27岁女生,失业两个月,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只找工作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行业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粉丝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会选择汽车销售这一行,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工作一点都不好找。 而且我在消遣城上,工资又跌,然后很多都挂羊头,买狗狗的工作,你们懂的? 所以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相当于比较稳定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欢迎光临 我们今天穿得好响哦 劝词比较简单 我给所有工作了 到哪了 买鞋子的 卖车的 挑战型那行业吧 提问 心口香 27岁未婚女生 在小县城月入四千 支汽车主播一天都干些啥 早上好呀 今天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没功夫就穿自己的衣服 赶紧把早餐吃完 8点半上班 现在是8点15分 我都不知道敢上班 家人们我就在这里上班 这里是休息区和办公室 同事在跟我说公司下发的任务 但是我9号才来 在规划我们要做的事情 开始播了 进车内试做一下 陆陆陆续续续来客户了 陆陆续续来客户了 去看看食堂今天做的什么好吃的 感觉还可以 太早了 我是真的饿了 那也有关了 我太早了 希望我能思考 认识的新朋友 下班了 有一个草面 有一份那个鸡蛋火腿草面 我不知道说今天下班 不知道吃小鸡 结果在炉上 还要买哪个草面 买哪份草面 终于到小区了 感觉我现在是一股班位 我现在已经下班回到家了 给你们说一下 我的工作内容 具体是做什么的 第一个是我是气候主播 然后我们是单独的一个部门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 主要是做直播这一块 新媒体这一块 我们还要负责运营 然后整个账号都是我们在做 就蛮有挑战性的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新媒体是初期嘛 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都在学习中 今天我学习了一天 就整个人散发着一部 笼笼的伴位 哈喽朋友们 今天要去成都市啊 跟小蠢约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今日份的创搭 今天这一生就是比较休闲 然后租大轻松出行 然后穿的是一个 我储床的吊带 或一个储床的板身裙 这裙子我好喜欢 我已经连续穿了两天了 这个是一种 不费吹灰之力的穿搭 现在我准备出门了 再配上我这个 百搭的编织包包 好好看了 你们说嘛 我出门太急了 我忘记带身份证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 不好意思说 走吧和我的好闺蜜 我们真的是 玫瑰的去一趟成都 人类出发了 我们真的好急啊 我一个床的 不好意思 还是我的问题 不好意思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成都了 现在在车上 有钱陪他去考试 才能去算 自主板你 又得陪你考试 加油加油 我们已经到了 你进去吧 前面去嘛 好吧 吃了饭之后 就突发去美副馆 拍照片 弯杂面 好胖呀 弯杂面 他想我 你笑我干嘛 开始吃饭了 开始吃饭了 拿着弯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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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嗯 那个在手中那样 对 都打一块哦 对 手中的 我没吃过枕枕 他的 弯杂面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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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里的环境好好玩 很有艺术氛围 好 你跟 你跟 你这身衣服跟这里 适配度相当的高 很快点突点防晒 你看嘛 在这边 刚刚不差别出来的 整个人就是太热了 可以去吧 在我储偷买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两瓶都换上去 会写挺好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圈 这个是小春 这个是我 然后我们配的是 目光锁器 然后我是建设 好搞笑 我感觉我们肯同同朋友会想我们两个 我们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拿一次春季路 逛一下这边的 好吃的 好玩的 还有买衣服 但是我们没看到好看的衣服 过来吃这个圣煎包 还有这个药 要辣椒 要一点 还有道师傅 你拿吧 我拿不到了 真的好累呀 我们到那个德克室里面测一下做 买了好多好吃的 这个生煎包 刚刚尝了它很久了 尝一个吧 哎呀好累呀 好像不是很好吃的 吃一个 就是啥我不知道 看起来挺好吃的 嗯 少酱了你脸 还有珍珠 再吃个这个 去播开始了 再吃 再吃 是一 真心做 中文字幕——YK